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理解里 夺得到健全 应该是梦的载体 也是大地上的一面旗帜 它应该是气势磅礴的 但是当你接近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健身因为长期的行驶 因为风化 腐蚀而留下的一些痕迹 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勋章吧 为了让健身杠杆符合这种气质 我们在经历的绘制建模搭结构的过程之后 开始了我们最为精密复杂的一环 上色 逐渐因为长期的航行 不再崭新如初 所以涂装的效果 不能是那种很鲜艳的涂料 但是又不能过于的扁平和沉闷 我们通过重复的对比 搭配 调整 最终确定了底色 喷涂着色 并且确保各个部位 有着因为结构特征而形成的不同调性 然后我们通过模拟建船的航行 计算出磨损的版面 来复原出整个舰体因为风吹 沙石和雨水造成的自然磨损 我当时在做复制效果的时候 用了刮刀和忍色 但是都觉得太刻意 因为外壳比较坚硬的那种舰船 它在经过自然的孵化之后 呈现出来的那种磨损是应该相对均匀的 后来就选择用毛刷代替了画笔 用擦色来做效果 我们的工作是用钢构 木料 笔刷和色彩造一个真实的模 无论是一个斑点的位置 还是8分钟的整体架构 这些都决定着它是否有着足够的说服力 我想我现在可以说 欢迎来到台大大陆 欢迎来到罗德岛 一个展区 博士们能不能争灵其境 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道具能不能精准地还原 与此同时呢 道具的气味生命力它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当时说家庭华耀做萨尔贡女林 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必须要有真实的植被 去年的时候我们去福建的实地看了一下 第一次跟着那个种植园进入植被原产地的时候 我一直往里面走 走着走着我就觉得里边再往里面走一步 可能整个萨尔贡的这个荒野蜜林就在前面 我当时可激动了 就像森染第一次看到一栋城邦那么激动 那里边基本上有什么 什么长玉阔叶林啊 真叶林啊 灌丛啊什么都有 选择特别多 大家肯定看过那些相关的剧情啊 宣传PV什么的 里边萨尔贡女林的想法大家都能看到 有高大的树林 高大树木 还有低矮灌丛 我们跟原产地的众议员沟通了一下 发现很多想法在现实中是可以被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玉树 芭蕉树 还有蒲葵蒸葵 还有绣绣花什么的 我们准备一百多平方的绣绣花 那我们当时选好之后就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保存它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和福建两个地方 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园艺装饰 比如说绝草还有一些小新植被 它们养护的时候需要用小草来培育 展观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大部分植被吧 都还是要用沙子和黄土种植才可以活下去 复原密林听起来这个东西是 是要用我们的干员来施展原始记忆才能够完成的工程 我们这几个普通人用死磕的方式给做到了 所以从原产地回来的时候 那几天我脑海里还在想着 这个原始雨林啊 祭典决斗啊 传统部族啊 包括机械巨兽什么的 所以希望各位将来会来我们这个展厅的博士也能共享我的这份快乐 第一次看到关于龙门设计的时候 我想到的并不是永烈 或者漠视背景中的地下都市 它是一个动感的未来世界 里面有不计其数的霓虹灯 螺幕的广告牌 和林立的高楼 光影是构成这座移动城邦的原材料之一 我们在设计展厅的时候 力求还原龙门街景的纵深和层次 在这个基础上 一旦我们强化灯光效果 就能更好地打造出属于明日方舟的龙门美学 除了常规的光束灯以外 我们还布置了大量的激光 LD屏 以及霓虹灯 为了让龙门动起来 在整体的暗调中 我们选择了不同种类的LD屏幕 逐一定制 以贴合每一个力量 比如双联屏 冰屏 四面屏等等 幹员的例会也都融为其中 在每一块屏幕都有独立动态内容的前提下 灯光团队将把控整体光影与结构的配合 从色彩 光明 频率上获得统一 希望最终能让博士们身临其境 如果说浮生听风呈现的是一种 松林竹畔山水如画的言国 那我们的主题展厅用的是一种更具有冲击力沉浸感更强的方式 让施久江湖的意向变得可施化 可触及 明日方舟的美学风格是由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 因此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团队参观了很多建筑展 最终以灰派建筑为主要参考 同时结合了一定的现代风格 为这次展厅定下基调 灰派建筑的衣衫傍水灵动精巧 本身与游戏中的大言诗意相契合 它那种白墙带瓦的鲜明对比 更是有利于凸显水墨画的质感 整个展区都是由画卷的概念延伸而来 展区中心的水墨吊架是一切的起始 我们在画卷底端放置了镜面 各位博士在看到一幅幅水墨长卷的同时 会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其间 正所谓不觉已是画中人 见船 灵物 光影 画意 来自泰拉大陆的诸多幻想 都将通过嘉年华 照进触手可及的现实 但这片大地上的故事又岂止于此 更多精彩感动 届时就让大家亲自探寻吧 期待与各位博士在现场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